去到中途大約是住了三個星期 她就說要幫我打一支長孝針 因為她怕我不吃藥 長孝針 長孝針是最後一個月的 她當時的那支針是為了思覺失調的 為什麼怕你不吃藥?你沒有吃藥嗎? 我?我當然有 為什麼會怕你不吃藥呢? 因為我之前試過... 我媽媽要用一些方法令我吃藥 我媽媽就跟醫生說 那你媽媽當時的取態是怎樣的? 挺好的 覺得你住在精神病院安全嗎? 是啊 好啊 你住在精神病院非常好啊 好啊 你不要出來了 最好住一年八歲了 好啊 她當時是這樣的 但是以我所知 現在她都十分後悔 都不關她的事 她因為有個靈體 她也是被一些... 其實她又到尾不是她的主意 是她進入了她身上的靈體 令她做一些... 說給人苦毒不食宜 她怎會害到女兒這樣呢? 就因為不是她 因為不是她 當日是她身體的靈體 令她不喜歡她的靈體 因為她看到她 她經常跟她吵架 跟裡面的靈體吵架 有時候我吃成... 那個靈體叫靈靈的嘛 我只會說 你說什麼靈體啊 靈靈 你說什麼靈體啊 靈靈 你又搞我媽媽 你又搞我媽媽靠頭 你見到還是你...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她入了身的嘛 那會不會某程度上 你會原諒你媽媽這樣的態度 原諒了 那時候 那時候當然不會原諒 我都不是原諒我媽媽 我不原諒那隻東西而已 因為當日害她的不是她媽媽 是奪射 是奪射 是她媽媽身上的靈體害她 其實你媽媽在你很小的時候 她已經被靈體奪射 是啊 她是十幾歲未生我哥哥的時候 已經是遇到的 但跟家裡的靈體有沒有關係 跟家裡的靈體有關係 跟家裡的靈靈有關係 跟家裡的靈體有關係 跟家裡的靈體有關係 說回打針 她第一次打的劑量是很多的 很痛 我直接抱著那個姑娘 打在哪個位置 手臂 手臂是很痛的 很痛的 她那支針是刺激的 我是痛了三四天 接著她打了一次 接著隔了幾天再打第二次第三次 很慘 是啊 其實你有沒有想著再激烈一些反抗的時候 沒有了 還是已經任人如玉 沒有了 任人如玉 不是任人如玉的妥協 算了 其實當時也打到你溫溫溫溫溫 是的 而且她每一天都會三段時間吃藥 她逼來吃 你不能不吃 你不吃就打針 而且試過打一支針 他們叫哈佬 哈佬針 你的頸子會不停在那裡吊 吊上去 然後你的人會不停在那裡彎 不停在那裡彎 然後你下降 然後你下降 我那時候大約是十點鐘發炎的情況 然後有個姑娘變態 她說 這樣啊?我幫你打多指針 你不要吵 結果 幸好她沒有打 因為其他姑娘比較好一點 她就安排了打一支解針 解藥的針 一打完馬上就沒事 好像做實驗 你有沒有看到